记者邱淑玉新北报道,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今天上午连干四个行程,中午前往树林区、土城区与长卫参会,苏贞昌也再度提到65岁以上长者补助甲牙政策,他酸说,对手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谊反对,难怪八年没有做事,若上任后一定会扩大甲牙补助。 苏贞昌说,上年级的长辈牙齿可能会松脱、掉落,咬不动影响消化差,嘴巴漏风也会影响自信,桃园市长郑文灿也说侯友谊算数算错,不是每个65岁长辈都要装,这样的政策被质疑,就是因为对方八年都没有做事。 有关垃圾带降价政策,苏贞昌也表示,过去收垃圾都是按照既定路线,但是双新家庭都要上班,没有时间,因此上任也要改善收垃圾路线,机具,及此更方便。 环保回收,最重要的就是垃圾带降价,苏贞昌强调,担任过台北县长,行政院长,还会向中央要钱,政港市会做事的人。